各位观众好,我是鱼姬太太,欢迎各位与我一起分享娱乐新闻,感谢您的观看与订阅。 谢贤1936年出生于香港,她的家庭是一个很富有的家庭,所以小时候谢贤都是过着无忧无虑的公子哥生活。 所以养旧了谢贤爱玩的个性,可是到了谢贤10岁之后,家境就逐步滑落,她的潇洒公子哥生活就没有那么欢乐了。 16岁那年,谢贤毕业于香港九龙的丽泽中学,那时候家中已经支付不起兄弟姐妹们读书的费用了,谢贤也必须想办法找自己的出路。 当时香港的演艺圈正在逐步发展起来,她一部戏赚的钱可比那些做苦工赚的钱多得多。 谢贤领会到这点,所以在高中毕业之后就去考演员训练班,因为谢贤外表英俊自带亮点,没多久她就成功进入了演艺圈。 7岁便接拍了第一部电影《楼下双水喉》,虽然只是一个配角,但是赚的钱既可以贴补家用,也可以留给自己买些好东西。 也是从这部剧以后,谢贤获得了更多的关注。 当时香港著名导演秦健关注到了她,并且让她加盟自己的光业影片公司,这也成为了谢贤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。 建了公司之后,秦健就着力捧谢贤,让她主演了《烟之虎》、《难休难地》、《五月雨中花》等电影, 并且一炮而红,成为娱乐圈之首可热的明星。 爱新鲜的谢贤还曾经组过一支,铁对角,银色鼠对,当时的娱乐圈可是谢贤的天下。 在60年代,她的片酬就已经到达了两万,在那时候足够在香港,最好的地段买一个公寓了。 她可以说也是一夜之间成了富豪,有了名有了钱。 爱玩的谢贤肯定还要女人啊,她的情识也是特别的丰富。 谢贤的第一任女友,便是当时当红的女演员嘉玲。 两人因戏深爱,在一起整整十年。 但是在这十年里,谢贤并没有很专注去在意这段感情, 总是觉得自己这么帅气,又这么有钱,女神是不会离开自己的。 嘉玲感受到了谢贤的不在意,有次故意跟她说, 有一个从泰国回来的设计师正在追求我,本来以为谢贤会醋意大发, 不料谢贤却说,追久追吧。 后来嘉玲便伤心离开,等到女朋友真正不在的时候,她才懂得珍惜。 她称为了疗养,后来自己去了一次全球旅行散心。 要知道当时还是六十年代,她就已经能去全球旅行了, 不得不说真是有钱就任性。 虽然第一任女朋友吹了,但是谢贤身边是不缺少女人的。 全球旅行回来之后,她又谈了一个新女朋友, 她便是娱乐圈当红的小花,萧芳芳,还拿过金像奖和金马奖。 在当时是无数男人的梦中情神,谢贤轻而易举地追到了这个美人。 可是在一起才两年,谢贤就和萧芳芳提出分手。 谢贤称萧芳芳太无趣了,收工回来就要学习看书, 而她这样爱玩的花花公子,怎么会喜欢这种无味的生活呢? 所以她选择了分手,甩了这位众多人心目中的女神。 谢贤就这样一路玩玩,过段时间就换女伴。 直到38岁那年,她遇到了台湾最红的女明星珍珍, 并且还宣布了结婚。 用谢贤的话来说,两个人的结合就是天作之合。 但是熟悉谢贤的朋友都觉得很惊讶, 之前的花花公子谢贤怎么会突然安心下来结婚呢? 甚至有人还问她,四哥,你是不是身体不行了? 本来以为谢贤会真正的收心, 但是在结婚第三年,两人宣布了离婚。 面对这段感情,谢贤也一直很大方祝福对方。 这不禁让人觉得,这是谢贤还没玩够,受不了婚姻的束缚吗? 正在谢贤还在经历离婚风波之后不久, 24岁的活力美女迪波拉拿到了香港选美小姐的冠军。 后来谢贤就疯狂施爱这个美人, 42岁的她宣布迎娶这位娇妻, 还是周润发担任她的伴郎。 这一消息惊动了当时的娱乐圈, 谢公子这是真的找到了真爱了。 在结婚没多久,迪波拉就生下了谢挺峰, 后来又生下了小女儿谢挺挺, 这一家人算是整整齐齐了。 当时大众也以为谢贤这下是真正的定性了, 可是谢贤还是那个爱玩的谢贤, 就算有了孩子之后, 她还是很喜欢参加各种派对, 当时香港的娱乐八卦也刊登谢贤婚后的娱乐花边新闻。 在结婚15年之后, 迪波拉终于受不了, 所以提出了离婚。 谢贤也称这段婚姻的结束都是怪自己, 当时谢挺峰也不过15岁, 就遭受了爸妈离异的痛苦。 而这次离婚似乎对谢贤来说是一种解放, 她可以更加放肆地去玩了, 可是没有料到玩着玩着就出了事儿。 谢贤当时花钱大手大脚是出了名的, 经常出入赌场, 但随着年龄越来越大, 并且名气也在下降, 所以她赚的钱也越来越少。 本来年轻时候积攒下来的钱财是够花一辈子的, 不过因为二娃和经商失败, 导致后来她欠了英皇集团不少的债务, 曾经向英皇集团买下的2800万港元的豪宅, 最后只能以1800万买出底债, 但是这是远远不够的, 一夜之间没了钱还欠下了不少债务, 这样风流才子谢贤怎么办呢? 她很幸运生下了好儿子谢霆锋, 并且继承了她英俊的外表, 老爹老了, 便想着让儿子来接自己的班, 并且还要还债呢, 所以谢霆锋17岁那年为了替付还债, 她辍学回来和英皇签约了12年的合同, 这相当于买身器, 但是没办法她要给公司赚钱, 偿还爸爸的债务, 她签约一部分的钱用来抵还爸爸的债务, 一部分让谢贤拿去买了豪宅, 后来谢霆锋和张伯志结婚, 生下了两个儿子, 谢贤也已经晋升为爷爷, 经历过了破产的风波, 并且儿子已经成家立业, 自己的生活不用愁了, 本来以为谢贤可以静下心爱, 和别的老人一样, 享受天伦之乐, 可是没想到年老的谢贤更加狂野, 本来年老之后谢贤的花边新闻也没断过, 在2005年69岁的谢贤, 高调是爱20岁的女孩coco, 她展开了一段爷孙恋, 这个coco都比谢霆锋小, 但是却要成为谢霆锋的后妈, 这段恋情的公布成为了神门的饭后谈资, 不禁让人觉得谢贤这也太疯狂了吧, 谢贤跟coco谈恋爱的时候, 花钱也依然是大手大脚, 似乎完全忘记了自己当初是怎么扩产的, 当时在一档节目中, 谢贤曾爆料, 称自己的父亲在60多岁时就已经去世了, 他也估算自己活到70岁就差不多了, 所以在自己年轻的时候就大肆地花钱, 因此到70岁左右的时候, 他的钱基本就已经花光了, 不过如今他都已经活到了80岁了, 钱自然也所受无几, 但还好还有一个儿子, 现在的他全靠儿子谢霆锋养着, 这样的做事风格也实在是让人佩服, 身无分文还能够活得如此潇洒, 但好在谢霆锋本人比较孝顺, 对父亲从来不吝啬, 还送给父亲一辆香港最贵的好车, 可以见得谢霆锋对父亲确实相当孝顺, 但是年纪已经大的谢贤平时里很少开车, 虽然送了一个非常昂贵的好车, 但平时基本都是放在家里闲置着, 根本都不开, 虽然谢贤把所有的钱都花光了, 但是能够拥有如此孝顺的儿子, 也可以说得上是晚年无忧了, 相比于其他的艺人, 谢贤的生活真的是幸福很多, 因为其他艺人基本年纪大了, 海神就在外奔波演习赚钱, 有的人甚至还要把赚来的钱贴补家用, 而谢贤却没有这个烦恼, 你们是如何看待这些事情的呢? 像谢贤这样狂野的人在娱乐圈可以说是都没有第二个, 而为何他会这么狂呢? 这或许跟他从小的成长环境有关, 一出生就是富家子弟, 养成了他以自我为中心, 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, 到后来家中败落, 可是很幸运的是他进入了娱乐圈, 成为了当红的明星, 这又让他拥有了巨额的财富, 所以他爱玩的心依然都没有放下, 这样的环境成就了他爱玩的个性, 到年老的时候虽然自己欠债, 但是好在培养了一个儿子, 又可以让他过无忧无虑的生活, 完全不用担心没钱, 且让他有底气跟20岁的coco谈恋爱, 并且个性暴躁, 一个动不动的就给一巴掌, 反正他有底气, 他和coco的这段爷孙恋也受到不少的争议, 到底他们是真正的爱情吗? 年轻貌美的coco跟一个60多岁的小老头在一起, 是图什么呢? 在社交场合他都称自己是真爱, 并且谢贤浪漫大方, 身体也很好, 不过谢贤也存负责任, 他称不会跟coco结婚, 怕耽误了他, 看着两个人在一起就只是图快乐, 并且也明知道自己是没有结果的, 但谢贤也为coco买豪宅和豪车, coco在这段恋情里也是不亏的, 其实他们这段恋情并不像大众所说的那样是错误的, 本来爱情就没有界限, 也无关年龄, 两个人的结合是因为爱, 两个人在一起快乐就好, 不管有没有结局, 曾经拥有过就无憾, 毕竟就算你们走向了婚姻, 也不能保证爱情它永远存在, 年轻的时候历经恋人都是大名鼎鼎的美神, 而他结婚离婚之后依旧没有收心, 年老后更加狂了, 直接来了一段爷孙恋, 谢贤的感情生活不得不说是非常风流且精彩, 并且越老之后越疯狂, 经常谈恋爱出入高级场所, 好车好宅, 也是一个接着一个, 而为何谢贤会如此狂呢? 这是他的个性, 但是他也离不开他是一个有底气的人, 钱财和儿子都是他的底气, 谢贤的一生可以说是能用浪荡和潇洒来形容, 众多美人沦陷于他的怀抱, 他也生了对争气的儿女, 现在年老还是这么爱玩, 但是也始终没有一个自己真正的归属, 毕竟儿女长大之后有了自己的生活和家庭, 怪不得他之前说, 没有谈恋爱的日子好无聊, 想必他也有空虚的时候, 不知道这样的人生你有什么看法呢? 好了,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, 如果你喜欢鱼姬泰特的视频, 欢迎点赞分享视频, 并订阅我的频道, 我们下期再见!